各位觀眾歡迎收看禁口頻道 今天是2021年的9月18號 等一下下午的時候 我可能要回苗栗 我老婆說要將一些香草植物送給她的同學 我們現在要打算將一些香草植物 把它封裝起來 用袋子封裝起來 順便教大家怎麼處理 假設你要長途的旅行 或者是要寄送給遠方的朋友的時候 你要怎麼處理 我們現在將距離拉近一點 我們先來看百里香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挖百里香 薄荷跟迷迭香 把它挖起來 然後放到夾鏈袋 這個是我在淘寶網掏的一個 大概40公分 這麼大的一個夾鏈袋 OK 那我們現在將距離拉近一點 我們先從百里香開始下手 我們之前有教各位怎麼移植百里香 影片連結放右上角 現在我們也是用同樣的手法 我們要將這個百里香挖起來 我們要...我們種這個百里香 我說過這百里香你可以使用插枝或壓條法 當然這個壓條法我們也教過各位 影片連結也放右上角 給各位參考 我們現在主要就是要將這個... 百里香挖起來 然後把它帶走 要怎麼攜帶 那首先呢 先準備... 夾鏈袋拿出來一下 OK 給各位看一下 這麼大的夾鏈袋 我們一株呢 我們就準備塞一個 那我為什麼要使用夾鏈袋 因為我們在運送的過程中呢 盡量讓它保持保濕的狀態 你如果放在一個乾燥的環境呢 這個戒指裡頭的水分 因為我們挖起來的時候可能會傷根 傷到根的情況下 在你運送的過程中呢 怕它水分散失 造成它植物會死亡 當然還有一個做法就是 因為這個百里香呢 算是也... 我養的過程算蠻強的啦 可以考慮呢 把這些枝條呢 剪掉一些 然後呢 只要拿... 將保留部分的葉子 部分的枝條 連根呢 一起挖起來 寄送 OK 這樣子也是可以的 那我為了保持葉片的完整跟... 根部的完整呢 我們就... 盡量保留住啦 我們盡量保留住 我們一樣呢 用鏟子呢 把它斷根 因為我不曉得它的根呢 這個白槍根可能會往旁邊長 所以呢 就必須要有斷根這個動作 你不斷的話 有可能會挖不起來 OK 挖起來了 給各位看一下啊 挖這麼大 塞得進去嗎 當然你沒有夾電袋的朋友呢 你就拿個大袋子 哎呀呀呀呀 太大了啦 傷腦筋 塞不進去耶 我們去換一個... 大的袋子上來一下 啊 算了算了 想到要拿那個袋子太麻煩了 我們把...把... 把戒指弄掉一些就好 躲掉...躲掉一些 把戒指處理掉一些就好 你看 下面的都掉了 OK啦 沒關係啦 接下來就是種植的時候呢 要注意一下 看看這樣看得到嗎 OK齁 看得到 這樣子 OK 我們封裝完成 然後這一個就... 百里箱就想把它封起來 OK 我們放旁邊 等一下太陽曬不到位置 接下來 我們來去換... 換薄荷 還有... 迷迭香 OK 這個...迷迭香呢 我們之前也教各位怎麼... 鴨條 剛剛前面你沒看過的朋友呢 你就往前看 這個... 我們鴨條之後呢 你看... 哇 你看... 分拆之後長了一大堆 長那麼多的迷迭香 接下來我要找一株 我們要找... 因為... 我們在移植的過程中呢 我還順便的繼續壓條 所以有的應該已經長得... 那個根已經扎得非常扎實 我們要稍微這樣子 我們拉拉看 如果這樣子像這樣拉不動的對不對 就表示底下的根應該 理論上它長得很旺盛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 剪斷這一個子 這株 然後我去拿個剪刀來 先幫它斷尖 找...找...找一下 因為...有點... 不知道在哪裡 長到處都是 我真是... 蠻佩服我自己的 怎麼會長成這個樣子 長到哪裡去的都... 找不到 找不到的感覺 喔...原來這一... 這一串 我手挖這一串呢 我之前這邊已經斷過一次了 然後後來我又再壓了一隻 又壓了一隻 在這邊 應該是在這附近 在哪裡 找到了 在這邊 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給人家 竟然給這個漂亮一點的 不要給太小氣 我們挖大顆的給它 好不好 哇...又流汗了 一次在太陽下 做這個苦力真的是 我如果選擇在冬天拍的話 可能會好一點 好...一樣呢 把它斷根 尼蝶香的好處就是它比較... 耐汗 它又比百里香更耐汗 當然我們在移植的過程中呢 剛移植呢 盡量避免 太陽直接曬 尤其是夏天 移植的話 因為... 它這個根 我們在斷根的過程中 其實有一點點傷根 避免它水分不足 OK 拉起來給各位參考 來看看 漂亮喔 你看那根長到下面去了 你看這邊 等一下呢 怕袋子放不下去呢 我們把這個 拿掉一些 OK我們拿個夾電袋 這個夾電袋呢 我原本是要用來 做... 那個... 豬籠草 幫豬籠草的葉子套袋用的 結果我... 結果... 我發現 我還不需要套袋 因為這陣子 台灣又開始下雨 北台灣啦 有的在下雨 然後濕度夠 那豬籠草的葉子 都開始... 都會截平 所以我就不需要套袋了 OK我們像這樣子 處理給各位參考 OKOK 漂亮 我發現我都可以拿來... 拿來賣這個... 那這些香草植物 可以拿來賣 哇哇哇哇 那個頭... 頭...頭...頭... 下去 這有點大豬喔 都跑起來了 OK 完美 來... 給各位看一下 套好之後這樣這樣 又一袋 這個是... 迷迭香 OK我們現在換薄荷 薄荷的種法呢 其實也很簡單 你可以用叉枝的 也可以用種子種 插枝的影片 我們... 放右上角給各位參考 我們給人... 這個... 薄荷的話呢 就比較簡單 盡量挑選... 這個... 有帶根的枝條 這個... 薄荷它是屬於... 走... 薄荷精類的 所以呢 它這個... 這個盆栽呢 底下呢 其實有非常多的這個 這個薄荷精 我們只要拿 薄荷精的部分 剪一小段 給... 挖起來給別人呢 它就會比較容易種 當然你用這個枝條 要去插枝也OK啦 也是可以啦 但是就是掌根的速度 會慢一點 這個... 我... 我把它密密麻麻的 我不知道怎麼剪 發現... 這薄荷長得密密麻麻的 我要挑選一個健康強壯的部分 挖起來 我找一下 然後要帶根 剩下的部分呢 就是... 讓別人呢 自己去處理 有帶根它就已經很好種了 插枝就很容易活了 帶根就更好種 哇... 這個... 要用鏟子 我拿個鏟子一下 還是需要鏟子幫它 斷一下 太...太複雜了 我說過這... 這底下... 有沒有聽到聲音 被我斷掉的聲音 其實這底下 很多根啊 密密麻麻的 我們這樣子斷根呢 鐵定會受傷的啦 那受傷一點點沒有關係啦 反正這個已經 長了一大堆 挖掉一小部分 並不會造成... 什麼多大的傷害 我說這一盆... 對... 對我來講不會有多大的傷害 看我們薄荷長的這樣子 很茂盛 那我們順便再跟各位講說 這個薄荷呢 我們在種植的過程中呢 有時候你會發現這個葉子啊 開始長得不理想的時候 你就要施肥 像這之前呢 我就要發現這個葉子不太理想的時候 我就會把有機肥 就... 灑上去 灑上去之後 它又開始 長得... 這樣子... 非常的茂盛 就像... 目前各位看到的樣子 這... 到底是哪裡沒斷 OKOKOK 挖一小串起來了 搞這一個搞半天 你看有多複雜 OK 給各位看一下 挖起來的時候呢 就像這個樣子 底下有根 有沒有 它是走匍匐巾的 這個... 匍匐巾在這裡 有沒有... 匍匐巾 下面就會有根 我們只要將這一串呢 送人就可以了 這個... 這個部分呢 不漂亮的部分呢 你可以考慮剪掉 這隻... 保留小串的讓它自己長也OK啦 那我們把這個... 剪掉 接下來... 一樣呢 放到這個夾鏈帶 這樣子移植 帶給朋友去移植呢 就OK 就沒有問題 好 給各位參考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示範說 如果各位有一天 你要將... 你的香草植物 或者任何植物呢 想要送人呢 用這個方式呢 包裝去寄送也OK 因為... 為什麼要封著呢 你如果不封著的話呢 你... 你可能在寄送過程中 這葉子呢 缺水它就乾掉了 那你如果... 硬是要把盆栽帶著要交水的話呢 因為這... 不好攜帶 再來啦 這個底下呢 你在加水的過程可能會漏水 那你就可能... 你如果假設用... 有個三寸盆的話 你就用三寸盆養 然後再加一個袋子呢 提著 也是OK啦 那當然我們像這種... 我們... 沒有三寸盆的朋友呢 你就用這個方式 拿個塑膠袋套著綁著 帶去送給別人 好 剛剛相機過了 整個當掉 那我們影片就介紹到這 感謝收看 再會